來 巴西怎麼樣 巴西 烏羊 我聽起來巴西應該 付歷史最不錯的 最好的 因為我們也是知語言語的吧 可是我們從學歷開始講好了 你知道在巴西年代大學 非常的不容易 因為你如果要成家國家的大學 竟然那個競技很高 而且很容易罷工 可是你如果要 讀一個私人的大學很貴 人家扶不起 所以你如果當兵等軍人 大學是免費的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的薪水都是低薪開始起跳的 而且我們的系統會有一個 自動的升級的方式 你只要在那邊越來越久 你的薪水跟地位會越來越高 而且 還是有一些未接的 而且你48歲就可以退休了 基本上在巴西 你65歲才可以退休 可是你如果當兵等軍人 48 退休了 還是維持你當下的薪水 還給你家裡可以住 就永久薪水 永久薪水的 超好的 對 還有住戶 就是國家在養了 對 國家在養 退休縫 對啊 這隻巴很早耶 很早… 然後像我們的健保很可怕 因為一般巴西的健保非常的貴 最便宜大概抓個一萬 一個豪的兩萬 已經超越我們的地心 可是你只要當兵等軍人 我們的政府就是會給就是 你的家人也是免費的健保 所以這個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愛屋即屋了 真的 很厲害耶 再來熱帶雨林受訓 被迫與食人魚共瓢 這恐怖了… 巴西 巴西 對 我們巴西的地球 其實很巨大對不對 因為我們其實跟中國 美國差不多大 可是我們很常 我們是從地球的中間 最熱的地方 是可以一直艙到南極去了 對 沉冷的地方 所以在巴西要當軍人 你其實可以體驗過 好多不一樣的環境 就像我們巴西東北的沙漠 或者巴西中部的 地球上最大的石地 然後我們的地球最冷部的南極 就是可以照顧飼餌的 飼餌… 對… 可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是 我們巴西的亞馬遜 靠近溪邊 就是所有其他的南美洲的國家 是可以從那邊進去巴西的 所以亞馬遜對我們來說 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些軍人 他們在裡面其實很辛苦 因為第一個 他們要在那麼密集 那麼密度的一個森林 這樣子要想辦法業外生活 要想辦法在裡面生存 而且在亞馬遜河 還是其他的湖裡面 他們要想辦法在很安靜的游泳 學這麼最安靜的游泳 因為那邊都有鵝魚跟那個 濕人魚 濕人魚 而且睡覺的地方 是會是非常的危險 他們真的在那個吊床睡覺 因為巴西是這些最長的 有堵舌的 最長的堵舌在巴西 而且地上刀出就是Bullet Ant 就是自當螞蟻 是全世界蟻蟻 從裡面的被咬的最痛苦的一個 bite 最痛苦的… OK 所以那除了這些特殊的訓練 在亞馬遜之外 其實我們巴西的軍人 很少會跟其他的國家打戰 可是我們有另一個問題就是內戰 尤其跟賭飯 賭飯太可怕了 就像前幾年我們巴西里約那邊 警察本來要跟賭飯那邊 就是做一個一個規模的 對… 可是就是需要那個軍人的協助 結果那一次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然後一往三千個軍人都 都現在是出問題了 對 好可怕 你看這 每一個國家他們面臨的東西 都不一樣對不對 因為地理環境不一樣啊 對啊 剛好最剛好看到一個 一個Netflix裡面的一個影集 他是演那個Lost City Lost City 很有名的一個電影 英國的探險隊嘛 然後探險… 探到最後他兒子長大了 他有回來 最後跟兒子再去探險 最後一幕就是被食人組抓走 扛去了 幾十年沒回來 到現在都沒有再找到 這是真的故事啊 這是真的故事 天啊 對 失落的城市 一個從上位 然後當…當到上校 還繼續回去亞馬遜的森林 要找尋這個Z Z Lost City 真的 很好玩 他們的軍人 是 好 來 長官半夜惡診 被迫穿內褲受訓 這個很普通 你們 巴西 我們全部都是啦 是這樣嗎 應該都是吧 大家都有啊 有啊 但是我不能接受 因為我們就一排嘛 然後我在後面嘛 那我們就福利挺身 然後 我都不敢抬頭看班長 為什麼 因為我們穿的那個褲子很短嘛 就很短 前面也在福利挺身 然後就看一堆蛋蛋在那裡 什麼都畫面了 那褲管很兇啊 然後就 算了 做自己的 後來沒想到 後面也在看我們 大家都互看 我怕這個是比較特殊的 因為它真的 真的很倒楣的 因為他其實個人其實滿帥的 你知道嗎 身材也好 但是那一種就是女生會主動 跟他告白那種男人 帥哥 跟我說他去當兵的時候就是 第一個很倒楣 因為他遇到一個長官 他非常不喜歡 因為他是一個 很愛賴床的一個人 可是當兵就是平常 就很早起床對不對 他遇到的長官 是可能失眠的問題 就是會更早起來 四點就來整他們了 對 類似這種的 所以他真的會被懲罰 所以他跟那個長官 已經有一個非常不好的歷史 就會常常的出問題 可是有一天 就是他在那邊就是被懲罰 一整天在打工 然後覺得勒倒不行 一睡覺的時候 就不小心就是裸體睡覺 不是你囉… 裸體睡覺的時候 哪一天隔天也是一天倒楣 就是特別早起來 然後那個警告就 叫大家趕快起床對不對 然後一起床就是每一個人 西班牙人都怪怪了 好慘喔 什麼東西 你最應該是當兵啦 腦袋怪怪的 就是你了呀 但是你不要看喔 不穿衣服 西班牙以前就有那個無敵艦隊 他行情圈是無敵艦隊 有嗎 西班牙人再怎麼厲害 也不干他的事 我跟你說 我聽到帥哥跟裸體 就關鍵字就… 好 瞭解… 我要畫一個平衡的上一個 那就是長官會惡整啦 對 粉三就是那一天 但是真的特別累 就是沒有特別快起床 這個來不及 就是來不及穿個內褲你知道嗎 然後一開燈就很糟糕了 他全裸 他不是全裸 他穿個內褲 可是不是他的內褲 他的內褲的前面後面 都是鋪一個很大的洞 這個是全裸 結果他發現哪個是隔壁人的 舊內褲來擦牆的那個 就是那個腦部的那一種東西 然後長官就看到 他以為我朋友是故意要 就是鬧他 結果不是更兇 就是一陣天就是用一個內褲 訓練一陣天 所以他是稱為就是小褲褲 就是好笑啦 對… 這都還算輕鬆的 當兵 因為這個男人要當兵 女人要生小孩嘛 全世界當然也有女兵很有名的 是… 烏克蘭 蘇聯他們的女兵很厲害 對 很帥耶 對不對 但是呢 所以當兵的一個技 對男生來講非常深刻 可以講很久 麥克阿瑟就講了一個 將軍 他講了一個話 他說你花100萬美金 叫我再去當一次兵 我不願意 對 沒錯 但是你要花100萬 買我當兵的回憶 我也不會賣給你 很重要的回憶 台灣有一種說法人家說 就說好男人不拿 那這是過去的觀念 現在軍人已經變成一種職業 他是專業的 沒錯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了 訂閱之後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 像竟然這樣出現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嗯 趕快去